大家好,我是EMU 汹涌澎湃的潮水,诞生于海面的风暴 鬼局多变,神秘莫测 大海拥有可怕的力量,且阴晴不定 完美地象征了海神波塞顿的神性 波塞顿是克罗诺斯与瑞亚的赤子 他负责监护广阔的海洋与湖泊 掌控广大水域的波塞顿拥有着庞大的权力 他在希腊神话里的地位仅次于宙斯 手握三叉级的波塞顿能轻易地呼风唤雨 人们对波塞顿的强大感到畏惧 宙斯也将波塞顿的实力视作威胁 宙斯的担忧与戒心是必须的 因为波塞顿的确不像黑帝斯那样安分守己 波塞顿的内心是不见底的深海,暗流汹涌 宙斯动辄要将海洋拉上天空的狂言 早已让波塞顿无法忍受 但碍于天地宙斯的无边神力 波塞顿表面上只能对宙斯表示服从 他一直在等待着造反的机会 终于,希腊对宙斯的怨念实现了他的愿望 希腊受够了宙斯的风流与喜怒无常的脾气 他策动了波塞顿、阿波罗以及亚典娜进行造反 他们趁宙斯熟悴时尝起了闪电火 便将宙斯奄奄实实地捆绑起来 宙斯清醒后惊讶地发现自己动弹不得 愤怒的宙斯要求希腊立即为自己松绑 失去行动能力与闪电火的宙斯已无能为力 此时希腊对宙斯的咆哮完全不为所动 眼看造反的计划大获成功 几位天神开心地大笑了起来 但开心没多久 就因为老大的位置起了争执 天神们互不相让 谁也不服气谁 眼看争执就要扩大成毁灭的冲突 泰坦神特帝斯害怕世界再次分崩离析 于是趁乱跑向冥界释放了赫卡同克瑞斯 众神对白手神主的突然出现惊吓不已 在天神人惊魂未定的当下 特地是解开了宙斯的束缚 重获自由的宙斯也宣告了造反行动的彻底失败 这次事件之后 波赛顿与阿波罗被禀下人间为凡人着事 他们被派去为特洛伊国王修处城墙 希腊则被宙斯靠上了黄金手镯掉在空中 希腊凄厉的爱好让天神们心生不忍 但没有人敢跳出来为希腊求情 直到希腊启示永不造反后 宙斯才宽恕了她 至于雅典娜的下场呢 雅典娜不愧是宙斯最疼爱的女儿 宙斯认为雅典娜会参与造反是迫于希腊的影响 并不是真的有意要篡夺天地的宝座 所以雅典娜未得到任何惩罚就获得了宽恕 希腊厌恶宙斯喜怒无常的情绪 但要说反复无常的脾气 波赛顿基本上并不亚于宙斯 当波赛顿驾着黄金战车在海面上奔驰时 能抚平海上的怒涛 海豚与鲸鱼也会在她的身旁跳跃 这和平安详的景象展现了波赛顿亲切的神性 但当波赛顿不开心时 她会毫无留情地引发地震与大海啸 甚至还会召唤出恐怖的海怪 残忍的吞食无辜的森林 雅典娜和波赛顿曾在阿提卡地区争夺守护神的位置 最终人们选择了象征和平与复饶的雅典娜 并用雅典娜的名字为雅典城命名 这让落败的波赛顿极度的不满 她因此引发了大海啸淹没阿提卡地区 直到宙斯出面调停才平布了海神的愤怒 阿提卡地区毕竟三面环海 人们不仅对波赛顿心怀畏惧 也很需要波赛顿的保护 于是人们在苏尼恩甲 修筑了一座波赛顿的神殿 古希腊的渔民和水手在出海前都会到此祈福 这座神殿也是阿提卡地区 仅次于雅典娜神庙的重要建筑 掌管着辽阔水域的波赛顿 也有着如同大海一般的丰沛情感 对于爱情 她也有着义无反顾的执着 她也成像黑帝斯一样霸道的强强名女 波赛顿的王后 安菲特利提 原是一位海中仙女 在某个晴朗美好的日子里 安菲特利提和她的几个姐妹 在纳克索斯岛上悠闲地跳着舞 路过该岛的波赛顿 看到了安菲特利提曼妙的舞姿 面对安菲特利提一见钟情 为爱疯狂的波赛顿激动地朝人群扑去 独出其来的举动让众人惊吓不已 海鲜女们纷纷潜入了海底 波赛顿怎么可能轻易放下道口的猎物 她立即派了一只海豚上前去追踪安菲特利提 海豚可是天生的游泳剑匠 安菲特利提用尽全力仍无法摆脱海豚的追逐 安菲特利提精疲力竭后 只好乖乖地坐到海豚被伤 任命地回去当波赛顿的新娘 但波赛顿可不像黑帝斯那样专情 在感情上她更像是宙斯 喜欢到处碾花惹草 若希腊神话里的第一渣男是宙斯 那第二渣男绝对非波赛顿莫属 且在传说里处处留情的波赛顿 甚至还创造出了一个有着高度文明的国度 这部影片的最后 我们就来谈谈这个神秘的国度吧 在柏拉图的对话录中记载 大约公元前一万两千多年前 直布罗托海峡的对面 有着许多的岛屿 且在那些岛屿的对面 又有着一座相当巨大的岛 波赛顿爱上了这座大岛上的少女 和这位少女生下了五对双胞胎 他们的长子名为阿特拉斯 阿特拉斯被拥护成为这座大岛的最高统治者 这座岛与其所处的海洋 都用了他的名字来命名 这片海洋就是我们所知的大西洋 至于阿特拉斯所统治的广阔大陆 人们则称呼他为亚特兰提斯 波赛顿将亚特兰提斯分成十个区域 并交由他的十个儿子来管理 亚特兰提斯的矿产资源非常丰富 且统治者都十分的贤明且充满智慧 亚特兰提斯很快就成为了非常富强的王国 他们的科技成就完全吊打了当代的其他国家 在当时 亚特兰提斯不仅已发明出了飞行器 对天文概念也有了相当程度的理解与认识 亚特兰提斯的人民拥有优渥的物质生活 放眼望去 城市里充斥着各种自动化的设施 一切都是那样的辩解 人们甚至不需要再靠自己读书 只需要透过特殊装置就能吸取大量的知识 在高度发展下 人们不再为生存而烦恼 部分人们开始探寻更虚无缥缈的生命意义 也有部分的人因不再需要为生存努力而迷失方向 精神的空虚导致人们大量服用迷幻药物 亚特兰提斯人逐渐沉溺于物质生活里 最终背弃了原本的道德与信仰 发动了一场可怕的战争 亚特兰提斯人越过了支布罗陀海峡 面对高科技的武器 各国毫无招架之力 只能任凭亚特兰提斯人残酷的侵略 但有一个国家却创造出了奇迹 雅典人世史如归的抵抗精神 竟然守住了希腊的土地 可是被击败的亚特兰提斯人并没有就此放弃 他们集结了一支更大的军队准备与雅典再战 但这时却发生了一场不可思议的巨变 亚特兰提斯的腐败与对神灵的亵渎 已到了宙斯无法忍受的程度 宙斯一怒之下在亚特兰提斯引发了洪水与大地震 这个拥有高度科技文明的王国 就在一夕之间沉入了海底 随着时间安静的被世人遗忘 亚特兰提斯是不是真的存在呢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话题 近几十年来人们只要发现海底遗址 几乎都会怀疑是亚特兰提斯文明的痕迹 也有另一派的说法认为 亚特兰提斯只是普拉图的想象 普拉图想透过理想国的毁灭 来暗示与勉励当时逐渐腐败的亚点 真相为何至今人争论不休 若要我说 我更倾向于相信亚特兰提斯的存在 毕竟 山海里现今仍有着太多未知的谜 浩瀚的大海里若真的藏有秘密 我完全不会感到亚裔 说到亚裔 我反而亚裔宙斯偏心的程度 我个人怀疑亚特兰提斯的沉默 并不是因为什么亵渎神灵 人民的腐败 而是因为亚特兰提斯人 得罪了雅典娜守护的城市啊 毕竟 宙斯偏袒雅典娜也不是第一次 宙斯正明摆着的打压 刻意的偏心 也能理解波赛顿为何经常显得愤恨难平了 或许波赛顿也不是这么爱发脾气 只是宙斯和亚典娜有时真的太XXX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